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他会鼓励人家 像他这种病的 他会鼓励人家 有很多病人 其实我很感谢他 我来自江西南昌的李永宏 大家都熟悉叫我小东东 在台湾 我经历了生命中最大的打击 因此也获得了重生的力量 在这里 我要把这个力量传遍给台湾的每个角落 让大家见证到生命的奇迹 正正开始运动跑步是我生病以后 让我感觉到生命健康的重要性 所以就开始运动 每天 甚至有的时候不是很大的雨 或者很大的台风天 冬天 夏天都会持续 不光是可以锻炼体能 增加免疫系统 对身体的健康有很大的帮助 而且我觉得跑步那种生命力 那种活力 可以带个 不光是自己 它也带个周遭的人 甚至自己家人 还有那些特别像我在做病武工作 那些姐妹们给她一些力量 每天清晨到附近国中操场跑步 已成为小东东固定的生活习惯 如果说跑步是让她维持身体健康的博二法门 那么写书法就是让她沉淀自己的心灵良药 其实我读补校开课的时候就有书法班 后来生病以后 那我的书法老师 我的校长就鼓励我 鼓励我说 这个书法你要剪这些下去 可以修心 养心啊 对你的治疗病情都有帮助 我觉得有那么神奇啊 然后后来真的觉得在写书法当中可以沉淀自己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花疗啊 对身体的身体各方面上海真的 那心情很不好很不好 后来就是说把那些抛开来写书法 在那个写书法的那个当中真的体会到 那种沉淀心情对自己是有很大的帮助 所以慢慢的就开始写进写起来 这么多辛苦都入城走过来以后 我在这里面 我觉得一个字这人代表 我生病以后的那个新生 那就是春子 春天的春 本来就是春是春天昂然嘛 春天的气息 一年新的开始 这个春对我们生病以后的人来讲 是一个新的人生的开始 也是春天的开始一样 2008年李永宏罹患乳癌 对他而言得知离癌的那一刻开始 就如同身处于寒冷的冬天 他不知如何面对 也曾经想不开 而让他的身体可以再次迎接春天 重获新生的恩人 就是小冬冬口中不断感谢的 陈丰仁医生 你好好消息 你好好消息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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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们也差不多要给你准备 做你来的追踪检查了 所以下个月的你来的时候 你就要空腹了 下个月啊 对 那抽血 先看抽血嘛 对 腹部超音波什么之后再来嘛 那个可以一起做没关系 生病以后就是刚开始三个月 现在是半年 那在这期间如果我忘了 陈丰仁医师都会提醒我 他不光是在医疗上 有他的专业水准 然后我在我的心灵上面 给我的加油打劲又很大 好生病 或者其他的苦难打击 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收费站 他只是一个收费站 然后需要你开车经过的时候 停下来 给他一个票 给他一点代价 那重点是 给完以后 你就可以继续往前走 你的人生 这只是一个短暂的停留而已 本来啊 我只是建议 在高速公路 开车就好 结果我发现他开飞机了 后来很积极的 参加一些致空服务罪 而且还有很多 鼓励很多病人 所以我成 其实我很感谢他 就跟他感谢我一样 我也很感谢他 他除了专业的 那如果病友之间要互动 要去探访 或者访试 都会打地方跟我讲 或者甚至有的时候 会带我去 跟这个病友之间的接触 告诉这个病人 这个病人也是我的 你看他现在治疗这么好 没有啦 病友的楷模啦 不要这么讲了 不要讲开摩啦 其实那个时候 小冬冬他是大陆的女孩子 就是有这种创伤 他恢复来以后 他就更深刻的这种 要怎么帮助病人的 这种强烈的动机 所以他的这个努力 就会更显得 他有同理心 更有热情 所以做起来的那种 工作的那种意愿 和那个充信 就比别人高出几倍 治疗过程的折磨 是每位癌症病人 必经的苦难 而两岸家人的关怀 是小冬冬撑过这段日子的 唯一力量 还没几天叫回大陆了 刚才那个 比型设的 那个游览车的小姐讲 还是一样啦 后天 后天一样坐车 是我哥哥大陆来的哥哥 第一次来 就我生病的时候 匆匆忙忙来看一下 那我具体在台湾的一些生活 什么他都不了解 而且在做什么 他不知道 那这次来 他就真的来了解我的 特别是感谢我们台湾娘家 成立头一天 他来看我们来支持我 然后像最近都会在帮我 做家事这样子 我现在是准备一个 因为有两个小孩 要吃饭 要送便当过去 他们在那个安安静班 每天晚上都要送过去 等一下 你到这边炒 我去把饭装好 好不好 他从切炒煮炖 什么都是一流的 因为他以前在餐厅有学过 有拿正厨是正的 在大陆 蛮好的 好吃的 跟老婆做的一样吗 不一样 他比较会 都很好吃的 来台湾这么多年 我都是监制住早餐跟晚餐 因为中午的时候 小孩子跟先生都在外面吃 那我想说一个营养方面 早餐晚餐 在营养方面 在卫生方面都是比较好的 看我哥哥炒的菜 虽然简单 可是很清爽 味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他在我这边 我真的很轻松 又可以享受到美食 看多棒 我有一个姐姐 她也是乳癌 她去世了 我听到妹妹又得了乳癌 我就感觉 妹妹又要失去 怎么能接受呢 对吧 内心呢 就是非常非常难过 我们不是说想来就可以来的 那时候我好像是 小鸟依人的那种小鸟 真的是衣服在我哥哥姐姐怀中 真的很幸福 那我就把我当时的那种花疗的痛苦 那种不是啊 都没有了 听到这种消息 我就快要快要崩溃了 我就跟她讲 遇到这种事情 我们也要去面对 去治疗 其实她也是很坚强 现在就是跟得很开 她有时候会出去 也会鼓励人家 像她这种那种病的 她会去鼓励人家 我不会心疼 只要她喜欢就好了 海逊就好了 在我妈妈生病之前 就是我对于功课 老实说都不太理的 因为就想着说 读书有什么好 都很累啊 可是看到我妈妈生病之后 我当时就立下志愿要当一生 可以帮助我妈度过难关 而且当一生 以后也可以帮助更多人 这样 嗨 我是加口蒋伟文 欢迎收看《在台湾站起》 人生的喜福 有时候就如同四季春夏秋冬一般 当你在寒冬的时候 会感受到万念俱灰 了无声趣 这时候你就要像我们的女主角 李永宏女士一样 要坚定地等待春天的来临 今天我们就邀请到这一位 看癌斗士小冬冬 来跟我们分享她的故事 哈喽 欢迎小冬冬 你好 你好 祝先生好 请坐 请坐 通常我都会穿乎冬冬姐这样子 可是我穿乎冬冬姐 好像又太长了一点 会不会有人这样叫你 小冬冬姐 有 有 有 我们都很好奇 李永宏 小冬冬 这三个字好像没什么搭嘎的感觉 我们小时候出生以后 父母亲就把我们春夏秋冬 一直这样子 是 就是老大是春 春夏秋冬 对 春夏秋冬 四个兄弟姐妹这样子 对 你是 我是最小的 最小的 就叫小冬冬这样子 是这个原因 就是为了让大家比较好记得我 而且是在台湾人家叫小冬冬 比较有情节感 就像自己家里一样 大家我就会 以前都会跟大家分享一个故事 那故事有三只企鹅嘛 第一个企鹅问他 你每天做些什么事情 他说我每天吃饭睡觉打冬冬 那问第二个也说 你呢 我也是吃饭睡觉打冬冬 问了第三个 那你也是吃饭睡觉打冬冬吗 不是 我不是 我只有吃饭睡觉 为什么没有打冬冬呢 因为我就是小冬冬 所以我就跟他讲 我也是一个打不到的小冬冬 正好就是你的名字 吃饭睡觉打冬冬 我觉得跟我的人生 特别那段恋爱人生 有一点比较搭配了 像是这个打不倒的 那个小故事里面的小冬冬一样 一定要打不打 那时候你离爱的时候 好像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刚刚好 自己最亲的人不在身边 台湾福利很好 我每年都健康检查 那个时候我检查完了 我老公就去大陆 所以家里没什么亲人 至于我跟我儿子两个人 我记得那天 我去看报告结果的时候 因为每年医生说 没事明年再来 进诊间的门 医生就说你先生呢 你一个人来 没有先生陪着你来 那我说我先生 这个结果跟我先生有关系吗 他说不是啊 我要跟你先生讨论 下一步的治疗方案 我说没关系 我就当时做得很坚强 我说我可以接受 因为我姐姐是乳癌去世的 但是好朋友我告诉你 你也是跟你姐姐一样得到乳癌 这个时候我就 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 我只看着他的嘴巴就一动一动 我的整个人 我倒是嗡的 当下的想法就是 我跟我姐姐一样 可能孵化不到半年 就要走了 离开这个世界 当时想到我姐姐死的时候 真的是很窄 他死的时候不到三十公斤 完全就是皮毛骨 那个时候我不知道 我是怎么回到家 但是我只知道 医生告诉我 跟姐姐一样得癌症以后 再来让我清楚的时候是 那个时候已经五点多六点 医生从诊间出来 我坐在医院的大厅 他就说 李小姐你怎么还在这里 你不是说 你看了报告就要去接孩子吗 其他孩子提醒了 我恍然大悟 我又回神过来了 那最更惨的是 当时姐姐有家人陪伴 第一我夫家本身 就没有什么几个亲戚朋友 再加上 我娘家人不在这里 另外一个 我们算来得早期的 整个财产社会 对我们这些刚来的 那个是叫大陆信仰 在各方面互动 不是很良好互动 那我就觉得各方面都没有希望了 你就更感受不到这种支持 或是这种温暖的感觉 就是根本谈不上有温暖 当时儿子呢 儿子多小 那个时候我儿子才刚上一年级 我老公在大陆工作 他那一次也没有带手机的充电器 也没有打电话来 也没有告诉我说 什么时候回来 那一个人到了最绝望的时候 他一直会钻牛角节 那那个时候我就想 好啦 我的蜡子 我老公也不要我了 也不打电话回来 这个家他也不要了 那我还有什么希望 差不多快两个月的时候 我记得 我就去 我们台湾岛里 到了最近的地方 对着大喊呼唤 我家人的名字 巡逻群 看到机车 远远一台机车旁边 没有人就 又听到哭声 就这样子去找到了我 然后在那边 大概有可能 我也不知道多久 几个小时 可是到了晚上一两点 其中一个警察 就是说 小姐你哭也哭了 闹也闹了 那我们也要该回家 我要下班 因为我家里孩子 还在等着我 再一次 有人在我的耳边 踢到孩子 那我又回神过来 你发现最需要你的 是你的孩子 对 如果我真的走了 我孩子很可怜 第二天 来了一通电话 我当时是想 是不是你先生打来的 对 我想说 是不是我先生打来 可是大起来的 不是我先生 是一个病友 所以我就说 台湾社会真的很好 医院里诊断出 我是孩子以后 我就失去联络 而且社工有上门来找 我都找不到 他们就通过病友团结 通过志工 到处找我 打电话什么 正好那通电话我就 就像你外面聚会 那个时刻 那个点 打电话来了 打电话来了 他第一句话就说 您好 我是一个癌症乳癌患者 我已经13年了 马上就想起来 13年了 我当时 其实我的喉咙 我是哽咽的 我不会讲一句话 因为你觉得 当医生说 你得了这个乳癌 就像你姐姐一样 是等于是判了死刑一样 对不对 是没有机会的 就没有了 但是那通电话 他离癌13年 而且还在电话那一头 活生生的 很健康的 在跟你对话 对 又点燃了 希望 当时心里就想 13年 我28岁 13年也21岁 我那个时候 再离开他 可能我还比较 放心的走 那我要听听 你怎么过的13年 这条路很辛苦 他有讲 但是呢 我们都一直会陪伴你 因为他讲的 很辛苦 我们不知道 有多辛苦 后来你 真的是 决定了 而且接受这个治疗 然后他当初讲 那个辛苦 我相信你也感受到 对 化疗的药 他是要 主要目的是 要杀死矮细胞 有很多的 这个副作用在里面 比如说 会影响你的胃 胃粘膜 会让你吃东西 都很不舒服 吃东西不舒服 你就不想吃 可是你不想吃 你没有那种体力 你就更没有办法 去接受下面的治疗 第二个会影响你的心情 甚至还有很多人 在化疗当中 就这样子离开的都有 我们会怕 会恐惧 接受这种化疗 它其实不只是 这个身体上 它是心理上的 很大的挑战 我就去医院 找我的医生 我医生 我说我要治疗 正好那一天 我签了同意书 我先生晚上就回来了 我拿那个癌症 手术同意书 跟诊诊 给他看 他眼泪就出来了 我说没关系老公 我们明天还一张 硬帐要打 他说会我知道 可是这条路很辛苦 至少你 明天一上属 在那一沙拉 马要打下去 就是一种风险 我说不会啦 现在医疗很发达 他就说 因为你真的不能有事 我不能没有你 我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孩子那么小 反过来便利在劝他 对 你们有试图去跟儿子解释吗 他这么小 他懂吗 我记得手术那一段时间 几天没有看到我 就是说妈妈生病 在医院住院 他不知道癌症 对我们的身体 有多大的伤害 他也不知道 这个妈妈能从 只是可能是当初住院感冒 他说妈妈你快一点 就会快一点住院 他这样子讲 同意同意这样 对 因为家里没有大人 没有人照顾 我一个人住院 就是我们全家 三个人都要去 那有一次 我儿子就躺在我身边 抱着我 我就跟他讲 儿子 妈妈真的很不舒服 你去跟爸爸睡 他说不要 妈妈我就要抱着你 我说不要抱着我 这样子 等一下护士阿姨过来打针 打在你手上去怎么办 他马上就讲说 不会 护士阿姨很聪明 他大手小手分得清楚 我就听他讲的说 他连这个都不懂 我更要坚强 更要好好的活下去 那你有没有让 中国大陆那边的亲友 知道这个事情 到这个时候 我还没有 没有跟我家人讲 为什么 因为我大姐 因为是同样的 这个乳癌趋势 瞒到我妈妈 瞒了十年 因为我跟我大姐的 长相声音 各方面 身高都很像 我大姐以前是做业务的 常常跑外面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三进半夜 就跟我妈讲 妈我回来了 第二天就不见了 到了第十年的时候 瞒不过去 我们才跟我妈讲说 其实大姐早就过去 就走了 离开我们了 我妈听到这个消息以后 就一病不起 甚至跌倒 就把这个骨头摔断了 就卧床 从那样开始 就没有 没有再自己正常的 这样子起床过 那后来我就想着说 你不能再跟她讲 我不能再给我妈妈 我妈妈已经半条命了 就跟社工商量了以后 那跟医生讨论 她就说 等你再稳定一段时间 你的气色 你的身影 你的心情 心态比较好的时候 再跟家人讲 那你的语调 语气都比较好 对 所以我在做了 第三次化疗以后 就跟家人讲 妈妈前几年离开的时候 她都不知道 我已经生病了 如果我妈妈知道了 她肯定承受不了 这个打击 电影里面也好 就是治疗化疗的人 她多半外形上 头发可能都会掉 一化疗就头发全部都掉了 全部都没有 连眉毛都没有 乳癌对我们来讲 你失去了医测乳房 你的自性各方面 你的美丽就减半了 加上你头发 什么都没有了 很多负面的想法 负面的想法 这些志工的姐妹 都会来安慰我 把他们的故事 讲给我听 就给我增加 很多的信心跟力量 现在我们从影片中 或者是认识 小东东的朋友们都知道 她是一个充满元气 而且很正面思考 而且很懂得鼓励别人的一个人 那是不是可以请你向这边 鼓励正在努力抗癌的一些朋友们 或是陪伴这些抗癌的朋友的家人们 跟她分享一下你的经验 对 家人很重要 我记得我化疗的时候 我亲眼看到我老公 两只背着我流眼泪 所以我就觉得说 病人 癌症病友在这条路上 你自己可以坚强勇敢地走过来 可是你的家人 更不容易陪伴你一起 我病人 我生病我就最大 我可以哭 可以闹 我记得有一次我化疗很难过 我想吃面 我老公去买面 买回来 面糊了 不好吃 我又想吃稀饭 稀饭买过来又很烫 可是家人就是要默默地 不厌其烦 还不会发脾气 还会安慰我 你会好的 可是她内心是恐惧 是痛苦的 所以所有的这种 癌症病友姐妹 不要放弃 你们现在的今天 就是我的昨天 那我的今天就是你们的明天 你们走过了这段路 就可以看到一样 小冬中这样阳光的一面 要不能失去信心 这样对抗癌症的时候 才不会害怕 有了信心比什么都还重要 我看到小冬中现在痊愈得非常好 而且还成立了协会 想要帮助更多的人 到底小冬中如何利用 自己的方式来回馈社会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我们这段VCR 齐骏将决心化为行动 在进入高中就读后 他积极朝医科之路迈进 而小冬中也常受邀到学校 分享自身抗癌过程 鼓励学生不畏挫折 勇敢面对生命中的挑战 有没有看过裁缝 裁缝什么时候产生 就是风雨过后就会看到裁缝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 挫败中的方向 风雨后的裁缝 我觉得同学能够从 我妈妈的印象中 就是获得别人的经验 如果他们遇到同样的问题的话 他们可以怎么去解决 或者是再重新找回自己 一开始的目标 到二年级的时候 我生病得到癌症 然后那个启俊一日下了课 他就说 妈妈妈妈妈我这次考得很好 我拿考证给你看 一进到病房 不但没有看到妈妈在房间 而且连妈妈的病床都没有 他那时候就很担心 妈妈去哪里了 旁边的人就说 妈妈去家福病房 从第二个开始起 第二天启俊不去上课 他说妈妈我怕说 我下课回来再一直看不到你 那这个时候我就想没有关系 如果你真的是这样怕 看不到我你好好读书 你以后你就会 有能力再保护妈妈 这对母子 可以说生命教育的表算 也是我身为一个校长 能够常把这个故事 跟所有周遭的人来做一个分享 对他来讲 差点持续麻烦 对他是不是一个打击 那平时你们在学习当中 考试考得不好 对你们是不是一个打击 是一个错白吗 这就是今后你遇到这样子的问题 你可以去解决它 这才是结果的方向 你并不是说 我就是为什么人家一百分 我就七十五分 一直沉浸在穿 这个牛角线没有落 这对母子的身上 我看到彼此间的关怀之后 扩起到社会 扩起到社区 扩起到他周遭的每一个人 所以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要重新做起 妈妈知道我要当医生 鼓励的话 例如读书不要太累 有为自己所想做的事情 努力就够 我自己读书的安排的话 应该是 留一点点 那叫什么 耳濡目染吗 就是妈妈她自己也是会 行程就是很多啊 可是她都是会把行程排好 然后我自己也会去规划自己的时间 懂得安排读书计划的齐骏 为了顺利考进医科 决定到远在市区的补习班 加强生物学科 总是作为儿子后盾的小冬冬 更是不辞劳苦 亲自接送 用行动 支持儿子济世的梦想 讲话这一方面 我还蛮不擅长的啊 可是最喜欢做的事情 还是去帮助别人 所以 我想要把这两方面都做到最后 坦白讲 化疗那种副作用的痛苦是正常人不会去诉说 那那个过程当过 辛波罗人都是开怀的姐妹 这个主治人帮助我 所以我治疗化疗完了以后 我是开怀学院第五期的学员 第六期我在化疗 第七期一开始我就出来做志工 你早上几天起来今天 那这几天状况还不错吧 还好 那你下一次化疗 那个要去医院时间是什么时候 那电话里面我这一边可以记录下来 他的诉说的东西 比如说是情绪方面 还有一些辅助的 复健啊 易乳方面啊 头发啊 这个都是我们乳癌姐妹所需要的 在这方面我们会提供给她心里的辅导跟安慰 她非常非常的积极 很有活力的一个女性 所以我是觉得所有的姐妹们看到她就是有能量的 所以说我们也非常非常的 就是说我们非常喜乐她她愿意继续在这个路上坐下去 为了鼓励病友更激励自己 开怀协会还成立了开怀铁马队 举办单车环导活动 去年的十月十号到十月二十三号 立正十二天的时间 路上我们今天到了五家医院去 给五家医院的病友加油打气 告诉那些比较沮丧的姐妹们 比较被好像要被病魔打败的那些姐妹们 给她们一点点力量 一点点希望 林永宏的精神感动了许多人 这也让她结交到众多姐妹 2008年顺利治疗之后 每年在她重生的这一天 朋友们总是聚在一起庆生 共同见证小冬冬的生命奇迹 祝你生日快乐 祝你生日快乐 我讲一下 这是我生病友每年的每次的这个庆生会 真的是让我很感动 会呢 我在这边今天来跟我亲生的 不光是有很多在地的姐妹 还是外来的姐妹 都是我的好姐妹 生病以后 今天算起来应该是第四者 因为我是六年 是让我觉得说我是一个重生的人 那既然有重生就有重生 有重生的建筑一向就像生日一样 那我刚开始就是 刚好姐妹在一起两三个 后来就大家知道这个都蛮有意义的 那像今天就有很多 比如说不光是我们新出名的姐妹 不光是我的病姨姐妹 然后甚至台湾的姐妹也有 那我是生病之后 他就是东东有 我们那个开怀的一个神灵灵的 他介绍说东东有一个跟我一样 是才是从大陆过来的 我听到之后原来还有一个跟我同乡过来的 也是同病乡的 就让我心里比较踏实 都很想认识到他 后来就是慢慢的 东东就有好几次也去病房 然后东东也有来烫烦我 我就是受了东东的影响 然后我也报名去做宣传 跟开怀去做了个宣导这样子 一先做一先公益 小东东热情开朗的笑容 散发着丰富的生命力 而他也不另于分享正面能量给大家 除了担任电话志工 在医院鼓励病友之外 他更在2012年成立了台湾娘家 希望可以作为所有外籍姐妹的后援 我们在讨论后来就变成 有个台湾娘家这几个字 然后我们讨论完了以后 然后再来就是说有点单调 再让我们就有一个构思 就有人图进去 然后就是人 它就组成一个家庭 因为我们是台湾的新住民 所以有一个爸爸妈妈 然后一个小孩子 很多外籍的姐妹生病以后 他们更不知道到哪里去求助 那在我们病友团体里面 有关这一块 他们就会转接给我 告诉我哪个姐妹是哪里来的 得了这个病 我就去辅导 那通过这样子我就觉得说 外籍配偶姐妹在这边新住民 很需要一大块这样子的一个服务工作 这些新住民 他们的娘家自己的家乡在那么的遥远 那在台湾福家这个地方 如果有一个自己的娘家 那不是很好 所以我就想说 在这边成立一个娘家 台湾娘家成立之后 不仅每个月举办亲生会 小冬冬也积极策划 骑单车绕境活动 这个休息站就是我们在骑程当中 去来拿捏 骑了大概多少路程 我觉得应该要休息的地方 我们再来设定 这八十九两天有一个 转动台湾转动爱的 那个新住民 新台湾之子 深入台湾生活 了解台湾妙人文化的一个 骑单车的落进进香的活动 那这个活动呢 它的意义真的是很大 那在活动当中有一段路程 那我想说既然是活动嘛 有很多人的参与 然后想说有大人小孩子亲子的 我就自己先一个人来探路 这个考虑到很多 一个路上的难度的问题 还有一个路上的休息点的问题 还有一个供给的水压 比如说补给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就想说 亲自沿着我们规划好的路程 先走一遍 走到哪里看 哪里要设厕所啊 哪里要设休息站啊 有我们 富有成长协会的社工 和我们台湾两家的社工这样子 来一起讨论这件事情 来一起走 不可以 不可以 因为她说她是水源种地 怕有污染 再说我们刚刚亲自上了厕所 也不方便 在她的办公室里面 不是在外面 而且进去厕所 一定要从办公室里面走 这样子也不方便 所以在下一个点牌 走 虽然台湾娘家自2012年成立以来 照顾了许多姐妹 但是直到2014年 小东东成立了东东之家民宿 这才让姐妹们有了真正的娘家 就这样子嘛 一二三四五六 对然后这边是 丢木材那个箱 然后这个就自己留 这样子 可以学位上 其实民宿跟台湾娘家 这是两个概念 我希望是说 她有互相扶持跟替补的地方 民宿不光是可以有一点的收入 让台湾娘家这个组织 有一个固定的场所 就可以更让这些姐妹们 得到一个很好的一个 休息的地方 一个工作的地方 一个相互交流的地方 要拿到你的 我要拆掉了 是吧 没有我现在是写到哪里 之前是我子弟哪个姐妹 我们到哪里聚个餐 我们到哪里去看的姐妹 那要我带头 那甚至有的姐妹说 我心里好难过 我想找你聚一聚 或者怎么样 那我也有不方便的时候 有了这个据点 这些问题都不产生了 甚至我不是在 反正姐妹都有要事嘛 像他们越南的 就会常常 越南姐妹到这里来 带一些越南的餐 来抱春圈 让姐妹们很自由自在 回到家的感觉 那个平台在这里 我妈以前 我们小时候她教我的 任何一个人 进入你的家 就是你的家人 来到台湾这个地方 要有一种家的感觉才好 那同时呢 也可以就是 让姐妹们 有一点面的工作 不是说打工啦 就自己有空就 好像说姐妹就好像 把她当身家 就当做家事就好了 那我当时是说 哪个姐妹需要工作的 或者可以来 我这边一样 就是跟 祭司工中年工的 这个薪资会有 就觉得她很热情 她为你付出 不一定要你回报 她就是知道我两年没有上班了 就帮我接校说 去她老公那边工作 他们夫妻都很好 有空的时候 我为她做什么 我都没有去教 很大多数的姐妹 她就讲了 好啦 这次活动 我知道有多少钱 我也没有多少 我就捐个三千五千 那这样子相应的来讲 她这次赚的钱 机会就没有拿嘛 那这个收入呢 可以就是帮助我们 他们两家 我这里面就反映到说 只要有一个带头 只要有一个方向 真正的有得到 帮助的那些人 是不会忘记 社会他们给他的爱 在他可以的情况之下 他们都是愿意 来有回馈社会的 生命中 有许多高难度的弯道 每个人都可以选择 面对或逃避 李永宏勇敢地迎向曲折 转弯之后 他看见更美丽的天空 在他身上 我们不仅看到 战胜并魔的勇气 更感受到 传播重生力量的 五味精神 我们在影片中 看到这个充满活力 而且非常乐观的小冬冬 帮助很多新著名的姐妹 成立了这个 台中市大渡山关怀 新著名的协会 自己本身担任理事长 那其实这个绝非一个人 单打独斗 就可以闯出来的 他有一个得力的伙伴 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特别请到现场 我们这个大渡山新著名 关怀协会的执行长 郭达宏先生 你好 那我们刚刚聊到两位 真的是有这个契机 成立这样的协会 但是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其实我认识小冬冬 应该快三年 那时候他成立一个台湾娘家 然后办了一个 母亲节表扬大会 那时候我是台中市议会 议长林士昌的秘书 那我去到现场 大概一百多个 新著名姐妹在里面 其实我们参加活动非常多 那非常有印象的 很少 那我第一次参加 台湾娘家的时候 在我的感觉 我都会找到那个 比如主办单位是谁 或者主事人是谁 结果我是没有想到就是她 因为她的外表 她其实不起眼 像台湾话讲 欧巴桑的感觉 她穿着她也没有 特别的招就 这不是很亮眼 对 结果她跟我交换名片 或者说跟我聊天的时候 结果奇怪 怎么她这样一个 土土的欧巴桑 她可以号召一百多个 新著名跟着她在一起 而且他们虽然这个组织不大 但是分工很细 包括还有主持人 还有什么 他们弄得都 有点规模 所以我那时候回来 跟议长讲说 这个组织 麻雀虽小 可是武藏俱全 我一定要 要小东东来平反一下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讲 人家叫我欧巴桑 我自己有的是 为了服务 或者接触我们 爱真便有当地的 我说我是欧巴桑 也会这样子讲 还有一个就是 有的时候我们 新著名前 我们要到她家里去 她有公公婆婆 你穿的那样子 或者你怎样 人家就没有那种亲切感 还有一个 我们是真正的去服务 有时候去 你要帮她做一点什么事情 你穿的高跟鞋裙子 你什么都不能说 你是来看的 还是来做事情的 就是自己家里 穿什么做事 到人家家里做事 也是穿什么 所以说姚森一变成为台湾 非常热心的台湾欧巴桑 其实对你来讲是 蛮有成就感的 蛮有成就感 对 有一点 那我们知道 其实小东东 对于帮助这新住民姐妹们 这种新我们能理解 所以要成立像这样 大渡山新住民关怀协会 像这样的协会我们也知道 但是执行长 你是什么样的原因 会跟他成立这个协会 我那次参加回来之后 我就特地写了一个报告 跟议长提到这个台湾娘家 还有小东东 其实我们在观察是说 如果他很热心想做事情 只是他可能会遇到很多东西 是资源 或者台湾的法令上面 他很缺 那我之后又带着我太太 我就跑到台湾娘家 去找小东东 去看他们的开会 安亲班 我都去观察过 那观察过后 我就回来 他真的想做事 其实我遇到很多 新住民的团体 找我帮忙 就是希望我去帮他们 要经费 要资源 他们可能要去办活动 参加过一两次 我都没有感受到 比较亲密那种姐妹的对待 我在小东东身上就有看到 他真的很想付出 所以后来 我们知道现在有一个 小东东的民宿之家 因为这个 整个民宿之家的点子 这个想法也是 由执行长的时候 小东东一直跟我讲 他们到台湾来 最寂寞的是 没有办可以 倾诉他们的内心的想法 那我们也只能就是 六日跟人家 建学校活动中心 可是这样子都没办法 有一个长期 有一个聚会的一个场所 那第二个 我一直跟小东也提到 一个问题是说 台湾人对大陆新娘 印尼新娘外配这些 社心地位不是很高 我希望他们能不能 把他们扶持一点 拥有自己的人力 所以那时候我们才会 抢一个民宿的 这个概念跑出来 可是要申请民宿 这个流程应该是 非常难 非常难 其实小东东也还蛮幸运 说刚好台湾市议会议长 他花很多心力 来帮忙这个事 那我们现在问一下 小东东现在既然有 这个成果 你对民宿的这个想法 希望有这个机会 可以赚更多的利润 来经营这个协会吗 那当然是有的 其实在民宿成立之前 我就是 我跟我先生拿了一点钱 然后贷款买了一个房子 就像我们 郭执行长讲的刚 就是让大家有一个 这个平台 那平时我们就姐妹 在这里自己吃饭 怎么样带小孩子 复习功课都有 可是他就讲说 这时候怕有一个 公共安全的问题 在你这边 如果上厕所 上楼梯跌倒 我说那怎么办 他说只有合法申请民宿 所以后来就是 这样子有民宿 还有一个 如果有民宿 我们也有一点收入 对各方面 我马上就讲说 对 那我们的协会经营 就有钱了 我们的大多三星 中边关华协会 正是成立这一年多以来 大大小小活动 办了很多 最多的有五六百人 最少的就平时 每个月亲生 都有几十个人 但是我都从来没有问过 台中市政府要回一毛钱 都没有 因为我觉得说 那个资源是有限的 一块大饼 这块大饼是很多的团体 很多的人要 那我现在 我有一个民宿 支撑一点点钱 我们的协会有一点帮助 其实小冬冬的民宿 会跟他长得很像 都是很平时 一般人听到民宿 会觉得高档 对 还没有 他其实他的民宿 大概住一个晚上 就五百八百 一千 我就是跟小冬讲 将来要办一些 研习课程 我们新住民姐妹 他们生活知识 技能上面的一个成长 所以说有这个地方 有一个场所 这个小冬冬民宿之间 它的可能性就变很大 对 我们后面其实有一张照片 台湾娘家 这个是一个logo 那个旗帜 对不对 对 那是一个活动吗 是我们跟三木基金会 去合办的 全台湾送爱的活动 在那之前 我们有送过电脑 在送电脑之前 是我跟我儿子两个人 我给我儿子一个毕业 国小毕业的毕业礼 国小五年前 我带他去鸡蛋车 两个人 我两拇指去环岛 就给他一个成长 一个锻炼 然后我们走到屏东那边 就发现有几个小朋友 跟我儿子聊天 就说哥哥你鸡蛋车 你可不可以教我们去 我在台中 很远 我可以 我们交朋友 但是我要教你 在网路上教你 其中有个小朋友就这样 网路我们连电脑都没有 他就记下来了 后来我就被评为 全台湾的十大抗害豆子 就是台湾癌症基金会 那评大概有五万奖金 一拿到的时候 我就就说 妈妈那五万块你不要动 我说怎么了 不是我们买一点电脑 他就讲上次那件事 过了一个礼拜 正好那个移民署长 在我们台中开会 被那个移民署长 协力工听到了 他就说小冲冲真的吗 那我们来合作这件事情 后来我们就做了 就送了十台电脑出去 给比较困难的 全台湾的新住民家庭 回来以后 被很多的姐妹知道了 他就说 小冲冲 那你们可以叫去送电脑 我们也可以去 明年再办 这个时候就被 三木基金会知道了 他们就从台北 木制到了 送到新竹 新竹到台中 台中到台南 沿路这样子 这张照片 就是我们那一次 沿路送爱心的照片 执行长 像你在这些活动里面 你是扮演什么角色 你有特别负责 哪些活动 通常他会把他的概念 讲给我听 可是我就觉得他太浪漫 他讲的过程里面 我就会跟他讲 哪些可以做 哪些不能做 可能你现在目前的讲功能够 那我就会再分析给他听 哪边我们可以找到支援 哪边是没有办法 然后你如果还真是要做 那我只好带着你 他就这么一起去 去执行 去找 他一直很辛苦 听起来执行长 后来是被小冲说服的 对 我也观察过他 他先生也是一个上班族 他收入也没有很高 他先生愿意每个月拿一万块 那时候还没有协会的时候 拿一万块给他 让他去照顾他的新竹子姐妹 那现在有协会的时候 就是刚刚讲 民宿他赚不了什么钱 但是他很乐意在把 从民宿里面小小的利润 再拿出来分享这个 那我能做就是说 我跟小冲讲 你可以做哪些东西 我再帮你找支援 就像一个很实际的工程师一样 跟这个建筑师讲 说你要该这么漂亮的东西 我应该怎么做 那会不会在真的做是可行 但是你们遇到最大的问题 会是什么 遇到最大的问题 还是钱 因为我觉得老是去跟人家要东西 小冲中比较委屈 他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忍受 这种整个流程 那我这边跟小冲讲说 有一天我们要变成是 我们独立起来的 我们邀请曾经帮过我们的人 变成我们的客人 我们就长大了 我们将来想做一个烘焙教室 再请老师来训练我们的很多姐妹 能去做出我们的东西 所以烘焙教室 就是其中一个办法 对我们家下面要做的 所以自己可以做一些东西来 对 要销售吗 对 因为我们民宿的地方 就是一个登山步道口 所以说我跟小冲讲 我们可以成立一个 卖红豆饼车 烤番薯车 越听越像台湾娘家的感觉 对 因为都是吃这些东西 甚至你像台湾的Allland 它什么都可以做 对 所以说以后有这个 像你们刚刚讲的 不管是红豆饼 或是Allland 对 烤番薯 烤番薯这些东西 就是等于说议长就不用出钱 他只要出钱买这个东西就好 对 我们跟小冲最大的感觉是 有一天新住姐妹都可以变成股东 他就像一个社会企业一样 我们可以帮助我们更多的人 这里面不光是可以说 帮助我们新住民 我觉得像我们来的 比较久二十年的 我们的孩子也逐渐长大 并不是说每个孩子 都可以当总统 当领导人 如果是有一个丰沛学校 我们的对象就是新住民 姐妹跟孩子 那他们不光是有医治之常 又可以是觉得说 我们融了台湾社会 那这是我们对 协会未来的一个计划 那对我个人来讲 我就想是说 我在台湾算是重生 有的时候人家问我几岁 我想我五十岁有一点 就太老了 什么都不能做 我都说我八岁 所以我重获新生就是八年了 我就想说 就是骑着单车 带上义鲁 送得对岸 送到我们家乡 因为我知道义鲁 对我们癌症患者 特别是乳癌有全切手术的 这个很重要 那义鲁 它是针对你另外一侧的大小 跟重量来定做的 因为你看以脊椎为中间 不管你是乳房大与小 它都有一定的重量 那你有一定的重量 就会影响脊椎的平衡 影响脊椎的平衡 就会影响身体健康 是很重要的 小冬中最近在跟我们谈的 他想从台中港搭船 从福建上岸 开始骑回到江西 一开始我听到这个概念 你又来了 这个多远的路程 大概多远这样的话 快两千公里 快两千公里 他就开始跟我讲 他坐得来 他说一天我可以骑一百二十公里 所以我这样骑过去 应该可以 十七天就可以骑到了 那我可能待二十天 三天我可能就是 这个一路上 就可以去做我一些公益活动 那一开始我不赞成 他又开始说服我 就变成是 他拉着我们去 跟着他就圆这个梦 那我们边做的时候 会念他说 你很假薄 这个东西 你怎么把它变得这么大 可是你后来事后回想 它其实蛮有意义的 你会跟着小冬中 跟着他成长 因为他做到很多 是我们做不来的 小冬中的这个热心和热情 和他的温暖 就是我们谈用 欧巴桑的精神 假薄 今天真的很开心 请到执行长 小冬中来跟我们聊这么多 我想大家应该 对这个影片 印象很深刻 就是小冬中会问大家说 什么时候可以看到彩虹 就是夏以后 就像我们听到小冬中 他分享他自己 这样的人生的经验 希望也可以让大家 用这个迎接彩虹的心 去看待你 要度过寒冬的这种过程 那么谢谢两位 我是佳克林江永文 下次再大家认识 更多新著名的故事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掉